每个旋律 每段歌词 都是当下生活的情感记录 曾经的一切即将重现 欢迎收听曲盘听游记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曲盘听游记 大家好我是陈锦钊 我是黄思郎 今天的这个人物志 要跟大家聊一聊 一位我想应该也是算是耳熟能详的音乐老师 非常有名的一个作词家 可能这个人物志 这部分他可能要做个二三十集 看完下 因为大家都对他很认识 因为一定是他由他的作品开始 太红了 他基本上他的作品 就是代表台湾的音乐故事 对 望春风的作者之一 李林秋老师 四季红也是他写的 他太厉害了 他的作词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 以台语流行音乐来讲 李林秋老师 他的每一首作品 基本上都是最经典的 对 就是说我们在讲 他的音乐作品 像我们 我常常都跟人家说 台湾的台语流行歌的国歌 对 望春风 根本 只要是台湾人 只要是华人 说台语的 大家都会唱 大家都会唱 而且就算你没办法唱完整首 你也知道那个melody 你也会哼个两三句 对 而且你看连这个 从国外回来的歌手 像桃哲 他也是望春风 他也是 也有去唱 对不对 对 我们就这几年来讲 就是我们在台湾 在发掘很多 我们早期属于 我们台湾自己 本身这块土地的文化价值的 这个工作里面 像望春风 当然他就具有一定的 这种代表性的地位在 当然 但我觉得一定还有 就在各位像老师这种 收藏家的手上 当然啦 当然有一些作品 我觉得有一些作品 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对 那像李林秋老师 我觉得 我对他会比较喜爱的 另外一点 我对他就是有一种 说不出的一种亲切感 因为毕竟我小时候 我们就是住在大厨店 对 我就是住在大道城 住在这个大同区 因为大同区 他可能 在我小时候大同区 他就已经囊括了大道城 双年 相連 那李林秋老师 他就是出席的相連 双年 这样你也可以看一看 本来就是了 差这么多 你跟他差了关一百年 你不能这样子讲 硬要说这样子 硬要扯关系 人家当时候的 那个踩的那个土地 我也有踩过 他生活的周遭 我都有经历过 是这样 只是时间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回去翻一下 而且大道城的老店 他吃过东西 我也都吃过 是这样子 对啊 所以你会对他 特别的 有那种亲切感 是因为你们曾经是 隔了一段 很长时空的邻居 而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我家以前的店 我要讲一个小八卦 就是说 我们家以前在大同区 有开店 对不对 我们家的店 因为有 以前我后面的门 你知道吗 会有后门 就是万一有 那个警察要领检的时候 要往后门跑 你到底是开什么店 还要准备后门 让人家跑 我们家是 娱乐场所 那个制作人 有点紧张 没有 娱乐场所 娱乐有限公司 是是是 娱乐有限公司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拜 拜什么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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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我们开 我们家后门 是 我建议 碧 咖啡店 我建议 你们家 跟李宁秋 是邻居 南冠你变收藏家 对啊 而且... 我们家隔壁 跟你有关系就好了 我小时候 看我们家隔壁 留一个阿伯 常常都一直在玩 就是在 養小狗 養大狗 Ok 我也很喜歡大狗 我都會去那小狗攪拖在那裡 小朋友都會想要去鬧 那個阿伯就會說不能玩小狗 惹小狗生氣 後來長大後我才發現 河海可見的阿伯是雲夏老師 所以你看我小時候 真的啦我小時候 我爸爸常常跟一個阿伯在那邊泡茶 我都不知道他是誰 長大後才知道原來那個阿伯叫吳樂天 所以我小時候就是住在那種 我有整整30秒無話可說 這個節目不找你來做 這個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的台語啊 我的台語造語基本上就是這樣子養成的 有跟樂天老師說過就對了 我真的小時候都不知道 原來我們家那麼多的一些人物 都在我們家觸入過 了解了解 你可以做2000多集吧 李林邱老師 讓你做兩集是太多打算了 那你今天帶李林邱老師 哪些作品來跟我們分享咧 他太多了啦 對他太多了 他的作品實在太多 那其中有一首我覺得 我很喜歡就是 倉門賢母的歌 這是在說什麼故事 倉門賢廟 他其實就是在 他還是用那個七里亞 他其實是那個電影的這個主題曲 對那時候他也是請這個李林邱老師來作詞 來寫詞 對因為李林邱老師當時候在那個永樂座 他一直在吃頭路嘛 所以咧就是找他來作詞 嗯 那這首歌他的這個另外一面 其實也非常有名 就是倉門賢 倉門賢 對倉門賢的歌 就是呃 首次登台 有沒有 隨便登台 的那一張唱片 哦 我們之前在講電影的時候有講過 是的 所以呢 這個這首歌 在當時候也是請這個李林邱老師 所以李林邱老師基本上 都是在幫電影的這個音樂在作詞的 哇他超刀過的這個這個面向也很廣 對而且你會發現這個李林邱老師他其實 他的這個文字的漢文 是 他的造語其實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對因為讀他的文字就很精煉 對 很像在寫詩那種感覺 他是真的有去讀書 讀漢文 很好 是 那先讓大家朋友來聽聽看 這首叫做倉門賢母的歌 好 然後我們來聽完之後 再請老師來跟我們介紹一下這首歌好了 好 來我們聽一下 來幫大家聽完這個是什麼樣的一個體驗 來老師剛剛介紹一下 藏門賢母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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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其實就是跟這個桃花氣血劑的道理是一樣 就是說你聽完歌詞 你大致上就可以知道這部電影是在演什麼 哦 對 有點半介紹 對 他就是有點像是電影本事的那種概念有沒有 本書 就是那個劇情簡介有沒有 只是用melody來介紹 用唱的 那你可以發現他也是用唱的 那因為那時候在1933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那種流行音樂的一些創作啊 他其實成熟度可能還沒有來的那麼成熟 對 所以他還是會比較習慣用大家喜歡的這種唱的來作詞 那第一個就是說大家在閱讀上或聆聽上 已經比較習慣七里亞的概念 比較習慣了啦 對對對 那你要用七里亞來創作有沒有 對 你的漢文 你如果不夠親 你其實是沒辦法去創作這些 那個造詞就要很深刻了 是的 所以 小孩子大小造詞啦 不好意思 真的是齁 害我整個都無言 對 那其實你要去看一下 因為李林邱老師他們之前 家裡是很好的 因為他家裡經營這個米粥的 年迷場 對 所以他有那個經濟去達成 那可能就是因為在1923年的時候 爸爸就是那種 帶朋友有沒有 做報 朋友倒 這種事情是很多 這種照樣照去的這種故事是真的是很多 太多了嗎 但是可能怎麼聽都覺得很心酸 對他就是幫朋友做寶 結果就賠光了財產 所以他就從一個小開 就變成他就是小學畢業 他就要去永樂做這個倒水工 特別是不香茶 是 後面可能就是說有比較好的頭路 去美女唱 去這個啤酒廠 去那裡做工 但是他當時也是說 如果我讓你不夠 我做工作就沒有到 就是升遷嘛 所以他在當時他還是有去讀書 他還是繼續進修 天啊 這種故事真的是 聽起來有點心酸 是 不過因為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休息完回來 再請老師跟我們好好地來聊一聊 李林秋老師這位音樂大師的生品 另外再跟我們介紹其他好聽的作品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回來